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重烧伤的孩子走了进来 吓了雅各布一跳 转过天来在早餐桌上 雅各布见到了这所学校里其他的几个孩子 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疾病 而意外的是 克里斯汀也来到了这里 早饭过后 校长给孩子们布置着功课 看似正派的校长却对想要离开的克里斯汀一通手板加恐吓 打消了他离开这里的念头 晚上雅各布的室友在墙上布置了一片荧光的星系 关灯之后一场美丽 当晚雅各布做了梦 梦中一个德国军官在某个宿舍里领走了一个女人 而另一个女人坐在窗下抹着自己的牙齿 这天 克里斯汀谎称去厕所 实际到了校长办公室里偷到了校长妻子的名片 他发现校长妻子的名字是假的 猜测这所寄宿学校似乎有很多疑点 而雅各布隔壁宿舍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们壮着胆子去看 发现一个吃傻孩子不断地用头撞墙 还拉了一身屎 就在雅各布带他去洗澡的时候 却看到另外一个孩子死在了卫生间里 校长赶来处理此事 带着死去的孩子开车离开 克里斯汀此时闯进雅各布的卧室 要他与自己逃出这里 两人逃到半路 发现运尸体车根本没有离开学校 随后他们被保安撞捡 只好回到了学校 为此 克里斯汀又遭到了一顿毒打 第二天 雅各布来到校长室 校长撑死去的孩子并非自杀 而是克里斯汀干的 他被送到这里是因为杀了自己的哥哥和母亲 晚上 克里斯汀对雅各布承认了 那个孩子是他杀掉的 他又转移注意力 趁乱离开这个诡异的寄宿学校 夜里 雅各布再次梦到祖母 祖母年轻时貌美如花 被德军锁在阁楼做发泄的玩偶 他看着身边的姐妹被德军折磨得不成人形 一声不吭地用指甲刀将自己的牙齿磨得异常锋利 醒来的雅各布被克里斯汀逼着穿上祖母的衣服 克里斯汀更自断长发 要雅各布陪他跳舞 但实际上却是想趁机行凶 雅各布反手夺走了剪刀 把他按在床上暴打一番 就在雅各布感慨 克里斯汀独入蛇蝎之时 吃下孩子窒息而死 为了确认其他小伙伴的安全 雅各布逐一查看其他宿舍 随后他误入地下室 看到冰柜里藏着真正校长夫妻的遗体 更是目睹了贾校长和一位家长谈话时 透露出的谋杀所有孩子的真实目的 原来被送进来的孩子 都是被父母视为累赘 这群禽兽不想背负杀子的恶名 竟委托贾校长处理 为了悄无声息的一次性干掉所有孩子 贾校长以寄宿学校为名 计划用一场大火完成谋杀 这个家长临时反悔 想带走孩子 结果被贾校长助手当查杀死 贾校长早就发现雅各布藏身之处 他把雅各布叫出来帮忙处理尸体 并让他烧死其他的孩子 为了保住性命 雅各布假意帮贾校长布置现场 趁其不备将其打倒 他带着幸存的孩子离开了学校 但把克里斯汀锁在了火场里 他不能原谅克里斯汀残害同伴的恶毒行为 最后雅各布脱下了祖母的衣服 赤裸地走出了寄宿学校 第二天所有父母来接孩子 每个人眼里都露出慈善的微笑 仿佛在庆幸自己的孩子 没在火灾中丧生 雅各布看穿他们画皮背后 藏着的丑恶心灵 他不动声色地招呼来烧伤脸的父亲 告诉他 如果烧伤脸有什么不测 我不会饶了你 回到家的雅各布不再畏惧黑暗 他关闭了所有的灯 而祖母的往事也在黑暗中浮现出来 当年 祖母眼见身边的姐妹饱受凌辱 在牙齿磨得极度锋利之后 他把自己打造成华丽的凶器 咬死了对他们施虐的德国军官 拯救了大家 他的复仇如此残忍无情 正如雅各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一样 雅各布下毒谋杀了 将他送到寄宿学校的继父 然后他对着镜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个故事来自恐怖片《寄宿学校》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